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完课都会回向 说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佛净土在哪里 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还是在东方流离世界 佛净土就是在心 如何庄严心中的净土 就是让心变得越来越清净 你在修行 在庄严道场 执心及道场 你的心就是道场 你如何庄严这个世界 这个道场 你的心呢 你就要改变 你的世界不改变 怎么庄严 比如 你的世界活在 看别人不顺眼 这个世界就五着恶事 你觉得很委屈 这个世界就很不公平 就是弱肉强食 阿弥陀佛的世界很庄严 那释迦牟尼佛的世界一定也庄严 哪有阿弥陀佛成佛的世界庄严 而释迦牟尼佛的世界不庄严 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在哪里 我们这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世界 你活在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快乐吗 你并没有活在释迦牟尼佛的世界 但你没有离开释迦牟尼佛的世界 你为什么不要活在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呢 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就像你的家 你的父母就像释迦牟尼佛 你从小住在你家 你也从未离开过你的家 你的家很温暖 是你的内心不能认同你的家 因为你认为外面的世界比较好 家里不太好 你活在释迦牟尼佛的世界中 你从来没有真正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世界 你总是觉得外面的世界比较好 所以 一天到晚跟父母吵着要搬出去 吵到最后父母答应你 因为他们太爱你 就告诉你好 既然你在家里待不住 我就向你介绍我的好朋友 你就去他那边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帮我们介绍他的朋友阿弥陀佛 你不想待在家里 你一天到晚觉得这个世界太污浊 太苦了 我不要待在这里 你能去也很好 万一你没有办法去 就很不好 也就是 你那边去不了 你待在这边也不快乐 那你就相当苦 明明是你的家 父母说家很好 为什么身为子女的 认为他不好呢 学佛法 假如离开心 就叫外道 这个世界明明是清静的 因为释迦牟尼佛看这个世界 看我们 他的内心不会给我们贴标签 同理 假如你出去看到外面的垃圾 垃圾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 是垃圾丑陋还是你丑陋 我讲的垃圾本身就不太对 我先讲一个大家认同的名词 把它称为垃圾 垃圾这个名词就不是真理 只是为了表达 让大家听懂 以假名称这位垃圾 第一个概念 我们已经错了 我们误认为它是垃圾 第二个概念 它很脏很臭 就一直错下去 释迦牟尼佛看到垃圾会怎么说 只要你的心中看到你的孩子 知道他是孩子就好了 你不要赋予他很多概念 出息 没出息 我要从此处开始来讲 否则根本无法跟你们讲 每个人看到因缘就开始自我解读 都在解读他遇到的事情 所以没有一个人会快乐 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没有人知道 你说有啊 人类的第一个角度想的是 为自己的利益 既然如此 他为什么不快乐 我写过一篇文章 名叫 自私有什么快乐 自私的人不快乐 那为什么每个人要自私 所有的想法都是为自己好 但这个想法让你不快乐 你看世间的思维模式 你看到任何因缘 都离不开这个核心 都是先想到自己 看对自己有利还是无利 有这样的想法 若会快乐 你早就快乐了 为什么你活这么久 还不快乐呢 问候思维 什么是庄严自己的世界呢 心平何老耻戒 行止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